接下来咱们再来玩下去看 那我们刚才呢已经把向后端向支付宝发起这样一个支付的这样接口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的话 那按照我们来说 是不是应该是相当于前端就能够再去点击的时候能够发起我的请求调取刚才我们的接口了呀 对吧 那好了 咱们把这个ouders里面的html当中对于这段按钮当中呢要去写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个在这个里面的html当中对应的是用户的订单auders HTML 在这里面我们来去看一眼 应该是说哪个地方呢 在进行构建模板的时候我们就去写了 在相当于向后端查询订单数据的时候呢 这里面去以模板方式来填充 在模板填充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了 如果说你所对应的订单的状态呢 是这样的值给你展示什么样的地方 展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还有相对应的哪呢 那刚才看到是这个订单的状态 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不是去找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是在哪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是在上面的地方 在订单编号的旁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以模板方式来去做的 如果发现你的订单的这个状态的值是谁呢 是wait payment 那好了我在这里面呢 要在这个地方给你去填充这样一个 DIV当中包含一个button button当中就是去支付的 这样一个按钮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应该是找到这个去支付的 这个order pay的这个按钮 然后呢给这个按钮添加一个click式键 当你进行点击之后的话 向后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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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然后呢order pay 我们来看一下 啊这里面忘了删掉了 咱们已经写了 咱们直接再往这里写 应该是给这个order pay的刚才的这个按钮呢 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我给你去注册一个click的一个事件 当你进行点击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面所做的函数就给你放到这里来 所以应该是当我一点击的时候呢 要向后端发送请求 发送到Rx 但是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后端这里面就说了 你必须是不是把这个订单的编号给我带上呀 对吧 那订单的编号在哪儿呢 订单的编号 我实际上是不是也得从这个页面当中往来拿呀 对吧 因为在这里面对应的都是这样的意识操作了 有多个订单 所以你点这个按钮到底是哪一个订单的按钮呢 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 你就相当于是通过前端的方式来去做了 你最终这个按钮不是也包含在整个list的这个块里面的一个一个乔目吗 对吧 list的对应的是右边 左边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条状 那这里面肯定会有订单的编号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按钮往前面去找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这个订单当中 DIV是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哪儿呢 咱们可以给这个list当中 可以给你C上这么一个自定义的属性 叫做outID 然后呢在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这里面outID已经放到这儿了 所以回过出来 我们在这一边呢就是顺着刚才咱们所对应的这个点击的这个按钮 去找他的副标签找到list当中的话 我在副标签当中已经给他C到了这样的一个outID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方式把outID给你找回来 找回来之后我就可以向后端发送请求了 对应的就是API 1-0ouders 我们看一下咱们对应的是不是也是ouders 然后呢再来往后走 对应呢是ouders里面的这样的outID 再payment 对应的请求方式是pose请求方式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这请求方式里面是不需要带参数 咱们后端是没有参数需要带的 所以呢就没有了 接下来我去指明一下回一端 各位传统者是Jason 然后呢因为是pose请求方式 所以呢还要包含着Header 再来往下走的话就是关于success 这样的回调函数了 那我们去想一下回调函数当中 咱们说了加了一个装饰器 如果加了装饰器之后的话 如果反回的是4101 那代表是未登陆 跳转的登陆页面 如果反回的状态码是0 是不是代表是说 后端已经拿到了一个支付宝的一个链接 我可以把用户引导在这一块了 所以相当于我们怎么计算呢 咱们直接把从后端拿到数据 ISP data 这是我们说的 我们反问的是呢 ISP里面的一个data当中一个PYL吧 就是拿过来直接UIL 我把用户给你引导到那个支付的链接就可以了 也是引导用户 跳转到支付宝 链接 所以这是关键点 好了 我们把这东西做完之后 回过出来 咱们就可以让程序的去运行一下 我们把程序运行起来 好 回过出来呢 我们把这个页面的这样的一个GS呢 先清理一下 清理缓存 咱们再来重新的去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名单去做的时候呢 有一点 需要改一下 改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支付宝当中 我们给它发起链接的时候呢 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是发的 要把我们自己的订单编号发过去 所以这个订单编号在支付宝那边 它是始终也会维护着这样的记录的 然后呢 它因为维护着记录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对于支付宝的一个应用来说 咱们对于它的支付宝的一个应用来说 里面的所有发起过的订单记录 支付宝都会记录下来 它都会保存 然后呢 那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我在给它发起支付的时候呢 我给它发起的两笔支付的订单 订单编号是一模一样的 支付宝那边就会给我泡出一个错误信息 就代表说 很可能之前有一笔订单 你已经支付过了 你现在的话 还起发起了同一个订单编号的支付的话 它会也会报错 所以是关于这样点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应该保证的就是 对于支付宝里面的同样一个应用程序来说 然后呢 发给它的支付宝的那个订单的编号 应该是不出现的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我在咱们这个项目当中 我在做这个 在做咱们那个订单编号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从一开始的 然后我之前的话已经去错过了 所以像今天这个三呢 编号已经被用过了 所以咱们得把这个编号呢 给你去改一下 我改成一个不存在的 所以咱们现在开下 CELAC的星 BRAMM IH HOS Order Info 这是 刚才我要比如说 刚才有一个按钮是哪个东西 这个三号订单吧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咱们把它改一下 那应该是WARE 对应的是ID等于3 是这条记录 我要把这条记录给你改一下 所以改一下的话 回过来 之前跟大家提了过这些方法 有一个影响吗 先查询 是不是再返回啊 SIDE 比如说ID等于3 就比如说当时是43 所以改完改完之后的话 回过来 我来去重新的刷新一下这个一面 刷新一下这个一面的话 看一下冰灯没有23呀 然后咱们开始点击一下去支付 点击一下去支付的时候呢 我们相对应的 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支付宝了 所以上面这个链接呢 就是进入到支付宝之后 翘上回来的 刚才这么里 是不是看到一个 正在什么检测客户端 几秒几秒啊 如果你现在是从手机打开的话 他发现手机里面有支付宝客户端 就直接给你传出那个结那块了 让你去输入你的用户 让你输入你的支付密码 直接支付 如果发现没有 我这里肯定没有啊 所以就直接出现这条网页 虽然这个网页的话 然后这里面在那些支付宝账号登录的时候呢 可不是你自己的账号 如果这些账号的话 我们说的使用的是杀箱环境吧 所以就不是你自己的账号 而是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测试账号 用自己的账号的话 他给你报错有问题 因为我们说的 杀箱环境的一个前提就是说 整个数据库全都是隔离的 整个数据库全都是隔离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得用这个杀箱环境里面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账号 来进行对应测试 我们现在呢是属于买家 所以要去使用这个买家的账号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这个密码 应该是651吧 651 123456 然后呢点击下期付 然后呢在这里面进行支付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订单当中写的这个 这个subject 咱们是不是写一个订单的标题啊 subject 出现在哪了呢 是不是出现在这个订单信息这边啊 我写的阿加斯坊 把订单编号放到这了 然后呢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须付款 然后咱们就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还是651 123456 然后再往下呢 我的话 来看一下不代表支付成功啊 支付成功之后 当我点击完成的时候 你看一下 是不是会会跳到咱们的订单了 也就是跳转呢 这里面是不是咱们还可以坐呀 你看一下 整个环节就是他跳转回来了 跳转回来之后的话 咱们是不是还得再做处理 把数据修改一下啊 所以只是说 我们完成了前面这部分 你看一下 对于那个参数 是通过的都不够放到这了 我说的 支付宝是不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通知我呀 所以在这你看一下 他给我带这些三十五 支付的总金额是多少 时间脱是多少 对于他签名值是多少 那这些参数都有哪些呢 在他所对应的这个说明文档当中 往下面走 说明文档当中往下面走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前台回跳参数吧 就像他给你回转回来的时候呢 给你带的哪些参数呢 带的就是这些参数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上面还是这些通用参数 包括AVID 接口名字 签名 往下走 就看这个 就看这个地方 Alder Trade Number 是我们商户 咱们自己给他传过的Alder ID吧 然后呢 他还会带什么呢 还会带一个Trade Number Trade Number 带什么意思呢 是支付宝对每一笔支付 他也会维护着一个编号的 所以呢 这是他所维护的编号 在发给咱们的这个请求的参数里面呢 会包含了那个追因的连接信息了 所以现在咱们在这里面可以去看一眼 追因的这个参数 当中的话 你看一下APP ID 后面Trade ID Trade Number 是咱们写的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找一下 应该会有一个叫做 叫做Trade Number吧 看一下 Trade Number 就是他带的 这个参数呢 就是支付宝所维护的交易的那个编号 所以这是关键的 只要我们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代表用户是已经支付成功的 所以接下来咱们做的话 应该是根据拿过来的一个参数 我要去修改订单的数据 把它的这样的支付的一个结果给你改一下 对吧 所以这是后面的操作了 所以刚才咱们完成了一开始的初始化的 第一步的操作 能够去进行对应的这样的处理操作 能够去让他进入支付 支付完成之后再往下看 那接下来就是对返回的数据 地形相对于处理 我要去修改订单的状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